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了 31号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本土个案病例80656例 新增了90例本土病例死亡的个案 那么在花莲呢 是新增了1295个名的确诊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0号宣布有鉴于疫情仍在升温 经综合评估呢 现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都将继续维持到6月30号 花莲县31日新增1295例确诊个案 而30日起 花莲县府与县内大型医院合作 针对满5岁至17岁的学生及幼儿园实行接种儿童BNT疫苗 花莲县卫生局呼吁家长随时留意孩子施打后的身体状况 而6月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将维持现行防疫措施到月底 中央区指挥中心就公告了 从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 我们整个防疫的阶段是维持现行的防疫阶段 维持现行的防疫阶段 那现行的防疫阶段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一些口罩的措施 那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维持口罩的管理是不变的 除非特理之外 除非特理其他都应该全程配戴口罩 记得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 那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呢 于室内外从事运动的时候 比如在4月跑步打篮球打网球 这时候你可以不用戴口罩 或是室内外拍摄个人跟团体照的时候 你可以暂时把口罩脱下来 或是你自己开车 而且车内都是自己的家人 都是同住家人 同住家人的话 那你车内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或是在直播录影 主持、报导、致辞、演讲、讲课等 谈话性的工作或者是活动 在正式拍摄或进行的时候 是可以跟戴口罩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记者会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我跟书民可以不戴口罩 可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做戴口罩的榜样 让我们相信知道 其实随时戴口罩 是让我们预防级运最好的方法 所以还有在隆林、榆木工作 在空旷处的地方工作 但也不用戴口罩 或是在我们的山林、海滨活动 比如在森林游乐区里面游玩的时候 也不用戴口罩 最后就是在温泉、冷泉、烤箱 水疗设施、伤温暖、蒸汽室、水域活动等 会使你的口罩潮湿的场合 你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还有外出饮食有需要的时候 也免戴口罩 这是我们大概几个重要特殊的地方 可以不用戴口罩 其他地方我想还是需要戴口罩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高点、台点 或是公路、客运这些地方 它是开放饮食的 开放饮食的